日本人口的统计我也一直在跟踪 数据看着也是蛮吓人的 你会看到日本的净减少的人口越来越多 而且裂口再加大 蓝色的线和红色的线 红色的线是出生人数 蓝色的线是死亡人数 喇叭口越来越大 你像到了2022年的话 日本一年就净减少78.2万 当然它绝对人口因为只有一个多亿 中国肯定是比它猛 我们2022年已经是第一年人口净减少 第一年净减少了几十万人 净减少大概八九十万人 今年的话二三年 可能会净减少300万人有测算 因为今年出生人口可能只有800万不到 死亡人口可能是1100多万 净减少人口可能是在300多万水平 一个地级市就没了 但是即使是这样 我依然认为就说人口也好 技术进步也好 它是一个中长期的因素 短期的因素还是要关注债务 在债务上有一个什么样的思考 就是说债务明年 尤其要密切关注 就是个人企业和政府 这三个部门的债务违约情况 因为债务它是一个驱动经济的 一个短期的 或者说是一个非常见效 非常快的一个因素 这个要关注 而且在今年因为我们出现了一种情况 就是说我们的GDP增速 是慢于债务增速的 导致我们的宏观的债务率 是被动上升的 这种情况有什么好处 就是短期可以稳定经济 您可以看到就是说 22年也好 23年也好 经济的下滑 虽然是下滑了 但是我们没有出现 90年代美国的 日本的那种房地产 突然的这种泡沫的破灭 房价就暴跌 也没有出现 08年美国自贷危机那种情况 对吧 至少两年来还没有出现 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通过债务 通过债务的这种拖底 导致短期可以稳定经济 当然长期也会埋下一些隐患 隐患就是宏观的杠杆率 中国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 李扬带队做的研究 其实很有价值 每个季度他都会出一个报告 他里面明确说到 实际经济债务存量的 同比增速仅为9.3% 然后处于2000年以来的低点 但民意GDP 以更快的速度增速下滑 导致宏观杠杆率被动上升 就是你债务上升的速度 超过了你民意GDP的增长速度 所以说你的宏观杠杆率 就会被动上升 今年全年是上升了 12到13个百分点 那四季度可能略非下降 导致了一个直接的后果 就是这个图上出现了 就是你会发现在 21年四季度以后 就是蓝色的线 21年四季度以后 中国的债务杠杆率又在上升 然后到了现在就又创新高了 又创新高了 这个其实也是 二三十年来首次出现 以往来讲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只要债务率一攀升以后 GDP马上就上去了 GDP上去以后 分母一上去以后 整个的宏观杠杆率又下来了 就是以往的情况 就是像这种2011年 就是这种情况 或者是2015年这种情况 或者是至少是2017年这种情况 就杠杆率是能稳住的 甚至还是有点回落的 当然了最好就出现美国这种情况 就是这个杠杆率上的很高 然后后面又下来了 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它的GDP分母变大了 GDP做的很大的 然后这个比率 债务比GDP比率又下降了 那我们这一次就说 债务这个攀升速度很快 但是GDP达不到一个同等的速度 所以导致这个被动的杠杆率的攀升 所以说这个是值得我们就是内部风险 值得就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 就是你看到我们两年来 虽然经济也在下滑 但是我没有出现90年代日本的那种情况 还有08年美国自在危机那种情况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我们通过 设用征速的一个托底 然后相对来讲 就是把这个经济 让它托而不举 或者说是缓慢下行的一个态势 不至于出现那种系统性的那种情况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想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 欢迎扫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蒙面财经 加入会员圈子 每周日的定时直播 那我们下期再见